啊 好喝 嗨大家好我是明萱 我是芽芽 我們的變態心理測驗 他的身份很重要對不對 他做過了什麼嗎 他沒有錯過 搭錯車了嗎 搭錯飛機嗎 還是你原本就是要去哪裡自殺 他是炸彈客 他是炸彈客 他應該要殺別人啊 7點12分 他應該要在飛機上就要 還是他是 他放了一個炸彈設定的時間 在7點11分要爆炸 後悔了想把炸彈關掉收起來 結果他搭飛機時間不對 他下飛機7點12分了 他已經造成一種看似 所以他覺得 沒救生自殺了 答對了 對 沒有要害別人 他是因為看到時間才自殺的嗎 有關係 但不完全是 他搭飛機 因為他說跨軸 他來到北極州 因為通常呢 早上7點應該是天亮了 可是北極 可能他到 他從冬天去 所以他現在就是有夜的狀態 就算早上到了 還是晚上 然後就以為自己瞎了 就自殺了 可以答對了 喔 真的喔 真的 你也已經在答 由於是跨國國家 早上7點12分 可能是當地的晚上 由於對於時差現象 特別不適應 那個人的眼睛本身也不太好 對於時差現象沒有反應過來 所以以為自己太過勞累 所以眼睛快要失明了 覺光之下就看樣子殺 好脆弱喔 好猛喔 明雪 超猛欸 下一題 下一題 跳舞女啦 小明住在某間溝浴裡面 而他對面的大樓裡 住者跟他縫樓層 而且從來不關創的女舞者 哇 仰艷喔 女舞者每天都在靠近創邊的地方 不斷跳著舞 小明就心裡想說 哇 果然是舞者啊 這麼情於練習 但過了幾天之後 警方找上小明 問他就不認識對面大樓的女性舞者 後來得知 原來他早就自殺了 請問 唉唷 我知道了 蛤 什麼 我起雞皮疙瘩了 這不是很簡單一句話 這兩句話 他有精神分裂嗎 他有發瘋嗎 沒有 他很正常 他有看到鬼嗎 沒有 喔 我知道了 好 你說 還是那個女舞者 被灌了什麼區 然後 裡面有蟲 你在控制他 你不知道 沒有 這個解答 非常的單純 很簡單 對不對 但是很特別 喔 殺人 把他殺人 然後撕肩他 他不自殺嗎 他不自殺 不是被殺 那自殺怎麼還會動 對 為什麼會動 他把自己綁在像小木偶一樣 他覺得是了 也要繼續跳舞 但小木偶為什麼會自己動 我就想到前半 我好像沒有想到後半 喔 上到自殺掛著嘛 然後有風吹來 所以他就這樣飄映 欸 為什麼 為什麼風吹會飄映 在哪裡 在陽台啊 把窗戶打開啊 雞皮疙瘩 可是他站在地上為什麼會這樣搖 他站在地上嗎 他不是 上吊 上吊 掛著 但他是看起來像跳舞的樣子 我知道了 他上面綁一個電風扇 對 綁一個電風扇 他跟電風扇轉嗎 他是上吊在吊扇上面 所以他在轉之後 然後 他就一直在那邊 以為他在跳 唉唷 我雞皮疙瘩欸 這一題超可怕欸 有畫面欸 我把畫面趕出去了 我想一點別的 想一點別的 趕出去了 出去了 你趕不去 你趕不去 下一題 好噁喔 三兄弟 以前有三兄弟 大哥和二哥是小胞胎 三兄弟的關係非常好 差不多一起睡覺 大哥病死之後 三弟就把二哥算了為什麼 他們覺得他們是 三面共同體 同勝同死同進退 這題也蠻噁心的 跟女人有關嗎 沒有 不要看我跟Claire說 應該是這個吧 他有認錯人吧 他可能半夜起來 哥你怎麼還活著 嚇死人了 然後就把他幹掉了 不是 他們真的感情很好 捨不得二哥 每天朝事暮想的大哥 所以 通聽 給你一個方向 弟弟蠻自私的 我要媽媽只愛我一個 不是這種自私 因為我看到大哥 二哥我覺得想到大哥 我覺得心裡很痛 我感覺很突然 但不是 他夢遊啦 又夢遊把二哥殺了啦 沒有他意思清楚 他們這樣子三個人睡覺 他在哪 中間嗎 對 喔這樣他就可以霸在一個床 是嗎 不是 掛了 我的 我媽媽把他殺掉了 嗯 喔對 對 這個思考方向是對的 他喜歡這樣 他喜歡這樣 但是已經沒有這樣 所以他右邊沒了 他覺得空虛不如都不要 不是 他喜歡這樣 他想要這樣 喔他把他們殺掉 然後把屍體放在左右兩邊 他把二哥分屍 上一半 這樣子二哥的左半部 就睡我左邊 右半部睡我右邊 啊 好噁喔 那為什麼不把大哥的屍體 搬過來睡掉了 大哥已經死了啊 沒有辦法啊 好講一下答案 三弟有神經病 大哥 你幹嘛有病 還說他精神很正常 大哥病死之後 然後弟弟就把二哥分成左右兩半 左邊睡二哥的右半邊身 右邊睡二哥的左半邊身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大哥沒死一樣 下一題 下一題 女明星 女明星 女明星養了一個女兒 從小他時不時都會給他女兒帶一包 有一天他帶他女兒去醫院的時候 女兒在醫院知道這項就會知道 他兔頭 他媽不會跟他講 他兔頭應該知道吧 戴帽子 為什麼要戴帽子 他頭上怎麼了嗎 女兒是色盲嗎 沒有 女兒沒有病 他的頭是他媽幫他 他媽的頭 不是 他媽幫他縫上去的 蛤 蛤 蛤 不知道 那邊畫皮嗎 頭髮 頭髮縫上去 女兒有頭髮嗎 有 他不是一直戴著 但是時不時戴著 時不時戴著 戴帽子的時候 是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嗎 不是 只是想給他戴 不是 也不是單純的只想給他戴 有一個目的 那個帽子呢 媽媽是一個殺人犯 帽子是人皮做的 所以他殺人之後就會把人皮支撐帽子給他戴著 那他為什麼不一直讓他戴著 因為沒有新貨啊 媽媽是殺人犯嗎 不是 他媽要讓女兒假扮是他 不是好的目的 因為他媽要陷害他 戴帽子就可以陷害人 你整天來陷害人子姐 我都沒有這樣你一個媽媽 是有壞事要發生在女兒身上嗎 對 媽媽想把女兒拿去賣 那為什麼要戴帽子 戴帽子表示可以買 那你可以買 可以買 女明星很自私 又是自私的人了 戴帽子是一個 標準 就是他達到某個程度 他要去的地方有身高限制 戴帽子會看起來比較高 然後就可以超過這個身高限制 他就可以進去 是不是 雲霄飛車 是想讓別人把女兒認成是他嗎 不是 想要讓女兒紅 女兒紅 這樣他就可以賺錢 女明星覺得女兒長得很漂亮 然後用帽子來撤女兒頭圍 跟自己有沒有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就來換個臉 讓自己變得很年輕 漂亮 對 屁啊 答案就是女明星毀過容 她養女兒主要是因為 得到她的一隻臉皮 然後給你到她身上 然後那頂帽子呢 也怕不扯 時不時給她代心 因為要測兩元的頭部大小 如果一旦補合的時候 就代表她臉皮的寬度 剛好是跟她的小 不要變態喔 這誰想得到啊 你這是做得到的喔 臉皮一隻 是有這個東西的 你瞎喔 好扯喔 好來 下一題 下一個 兩個軍官 某次戰爭中殺人無數的兩個軍官被困在荒野裡面 他們孤苦無助 被恐懼 喔 互相 看你絕望的眼睛 立著她 請問怎麼會 死掉的是她自己 她的是靈魂 死而復生喔 還是她埋錯人 死掉的是 好詭異喔 死掉的是別人 他們兩個其實都死了 沒有不對的 戰友還活著嗎 他們遇見 蜘蛛美人魚 唱歌 你剛剛問什麼 你說她還活著嗎 她的戰友是真的沒錯 她有通靈 她晚上 失眠或者是夢遊症 又把她的戰友挖出來 放在同一個地方 想說 有人這樣比較溫暖 忘了自己做過這件事情 隔天早上起來就被嚇到 你又死了 然後我再把你埋起來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夢遊喔 國政軍官有夢遊症 她在當天晚上睡覺時 又夢遊起來 把白天晚上的屍油 屍體又挖了出來 放在地上 你有變態喔 你是不是看過啊 這我沒看過啊 這我真的沒看過 這我真的沒看過 虧你這樣想得到 還怪她很多人在夢遊 好啦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大家非常喜歡的 變態性測驗 然後 如果大家真的還想要看的話 就可能要麻煩大家提供給我們一些 題目了 對 因為我們快要就是 找不到題目了 都看過了 她一直在那邊看 唉 我一直在看黑羽的海歸湯 對啊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讓我閉錢開著小鈴鐺 如果想說的話 會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到底下人要來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 發我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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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